我比較欺騰的來 起立 走下去 聽一下 中立地鼠 起立 走下去 聽一下 各位同心 大家午安 經過 最近三天的工事 不知道大家有萬一嗎 有收穫嗎 我感覺 我的心跟大家一樣 我感覺很興奮 很興奮 感覺很高興 每個人精神都很好 聽說 聚精會是精神很統一 大家意志都很堅定 暗頭到尾 人生來聽哭 做記錄 做筆記 雜媒 我們在分組討論的時候 大家也發現很擁有 拿出很好的看法 很好的個人的觀點 有的說 他很抱歉 很抱歉 在那麼多人中跟我們說話 所以師傅跟我說 我也覺得很感情 不過我希望 我們盡量 要訓練自己 在公開的中央 可以說出一套東西 這個意思的表達 意思表達 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說話 要說到很久 要說到一套 要說有邏輯 合乎邏輯 Logic 就是這種 Thinking 這是很重要 這個要訓練 要找機會訓練 所以 我們 本土台灣人 有一個困難的地方 很多人都是 家庭困難 如果老婆幫人 照顧就照顧了 所以很沒機會 可以跟我們訓練這 像我 我如果要 去外交 就一顆一顆一顆 然後就 要吃的 要不然 我如果有 麻糬 這就 不可能給我們訓練了 所以 去中華特色 去台北特色的時候 算真主比 聽說話 站起來 剛才在台大的時候 選班代 我們也不敢跟人選 我們也不敢跟人家說 班代站起來說 叫大家自我介紹 我也不敢跟人家說什麼 頭上來 說話 螞蟻 不敢說話 我都敞開胸懷 這樣 這麼主比 也逃過 大學四年 跟研究所時也一樣 真客氣 真怕 乎 站起來的時候 叫我說話 麵路紅了 說不出來了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的經驗 我當時才開始搖公圍 我到 三十幾歲的時候 三十四歲在美國回來 人家有一邊 這個經驗壇 我一個表弟結婚 表弟結婚的時候 我一定是說 哇 這個 這個我這個 這個秦祖 這個 留米回來 我叫他起來結婚 中央說叫我起來 鴛鋼 他好想我 不敢去 不知道要說什麼 要起來鴛鋼 要說什麼 我那時候算什麼 我是表兄弟而已 譬如我都唯一不叫叫我 我實在很不好意思 不知道要怎麼吃這個好 我沒有多久 我有一個東洋會 說叫我鴛鋼 我最專業的嘛 專業的鴛鋼 你說台灣經濟 哪有什麼困難 都蓋了 我都蓋了 真的蓋了鴛鋼 說一點點以上 還要點半點以來 我問一下 這位是你跟他說 你知道你知道 你喔 你東西是很多啦 很豐富的啦 但是你這個鴛鋼 方向 聽了人喔 聽了頭到尾 一頭霧水 你理論很多 所需很多啊 但是喔 沒有引人入勝 我跟他說 我說很辛苦 我說 這樣啦 我說了沒有 資料是很多 這個很豐富 堆氣很多資料起來 但是為什麼我 我英國沒有引人入勝 我就要改進 我說 我要安全才能做得好 你看 你就要去接受口才訓練 他說我在青雙飛 30歲左右 我一直在青雙飛 每個禮拜說 每個禮拜說 不敢說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我正好說 這樣 你就要去接受口才訓練 我真的去耶 我那時候已經30幾歲了 35歲了 36歲 我真的去 台北市 台北市 社會教育館 口才訓練班 第一期 第二期 這樣去訓練 六個月 六個月不夠 不夠 還繼續去一個張教授 張正南教授 師範大學 總共做口才訓練 去他們家上什麼 上四年 上四年的口 一周 一周 一晚上 去上四年的 像我的同學 這樣 去上四年的口 對什麼 對 教育 那時候 那個老師的訓練是 一個師範裡面 出了很多題目 好 一次的時候 跳出來這個題目 再跳 哦 手機 好 你踏到手機這個題目了 你等一下 三分鐘以後 你要站起來講三分鐘 手機跟你有什麼關係 說什麼是手機 還是手機是什麼東西 這是第一次的訓練 再來 手機跟杯子 要燙啊 手機跟杯子 第一題目是手機跟杯子 茶杯 手機跟茶杯怎麼連在一起 講一 講三分鐘的話 或者講五分鐘 最多 不能超過五分鐘 馬上起來說 三分鐘以後 五分鐘以後 你要說手機跟茶杯 你有什麼idea 你能夠講出一套什麼故事來 各位 這隻人 很不簡單 你就說我手機在這裡 或者說我剛才喝水 我就手機在響 所以結果手機拿起來 先水不少喝 就不用喝 你也只是那麼多 但是你要說出一套東西 這就是粉圓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 給你長篇大論 這簡單說的 三分鐘五分鐘短篇 這集積圓縮就對了 先說集積圓縮 突然把你點一個你起來 說一個題目 你馬上說三千五分鐘 說得頭頭是到 再來唱片演說 訓練 再來辯論 不然我去參加社交館的演講比賽 就用它跳腳 跳一個題目 就去說五分鐘 我出事題生 拿到第二名 沒第一名 所以 這種就很好的訓練 本來我們的演戲營有這樣的課程 我們是希望有這個課程 本來我們的老師 我們就是要請侯情要來 他說他為什麼要跟他講演講 他很好 所以我們本來要拜他的課 後來他就沒有來 都沒有來 所以我們這個課就減失 跟SUSPEND 我們希望將來我們可以開這種課 差不多兩點鐘 簡單說一個原理原則 所以我練到後來 日後我做局長沒做的時候 離開局長 那個節目中 我就在選什麼 我要做產 我就跟我的朋友說我要做產 他說 啊 補菜啦 你這樣搭那麼多車 又做過局長 結果說 不要去插事情 說要做產 他說不要去想辦法去選委 這個中華的朋友就這樣說 他是政治的前輩 他很會說話 我所看到 政治人物 會說話就是他 別人可以跟他工作 別人他都不可以這樣說 他都說得很完整 讓你跟我說 他說的都很有道理 也很會說 散動力很強 哦 他說鼓勵我出來選立委 所以他說你 現在我開始來對我 你每禮拜回來 花一天的時間 我幫你教一下 他就幫他錄音樂 讓我聽 叫我跟他說 說起來 錄起來 錄起來 給你聽 聽一聽 還在那邊有一點點 收回 收回 再說 說起來 聽一聽 這樣 中華聽 重複 每個禮拜 這樣練練練練到後 我那時候 兩千塊年的時候 台灣人在選管長 找我去做的副管長 我跟他 總是要三五歲 在中華 住在家的英國 說到我說 天花亂吹起來 我可以天花亂吹 我幫你寫一個英國庫 這個英國庫 可以說五分鐘 可以說半小時 可以說一小時 可以說兩小時 同樣一個庫 這個庫 九十二 去六港 說六港 說六港 說完 去完年 說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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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年 去客戶 說客戶 說完 去電動 說電動 說 電動 說完 都是這篇庫 但是我可以隨時以變化 只因應地點不一樣 來用 租貼 都沒有改變 租貼 都沒有改變 大家也跟我說很好說話 這要訓練啊 那時候我已經幾歲了 我去三十幾歲的訓練自己 訓練到我去選 說要選委員的時候已經五十五歲了 所以各位要訓練 我們很多人都很有機會 但是我是怎麼說 我在天花神祟的時候 隨時 我就覺得隨時要點名 叫人起來說 只要點起來的人 人說不出來的時候 他就想我這篇怎麼說不出來 我應該改進 應該改進的就像我這樣 我雖然說資料很多 統計之下很熟悉 但是我在改水到水面的時候 我就引人入勝 就標示我的標達方式並沒有正確 就是要面對角度都要去瞭解 所以議員是很重要的東西 溝通 你要說 當地話 說要聽聽眾的話 聽眾是要聽什麼 你說他下他聽的話 但是不變你的主張 你的中心思想都沒有改變 說話是要做什麼 說話是要說服聽眾 跟著你走 所以 教教說話的人是千金萬馬 像我們秘書長這樣 我跟他說話 大家都對行 這就是千金萬馬 這力量很強 所以政治就是這樣 引領風騷 所以這是一個大事業 我們希望分年每一個人 都是能源善盜 所以我們就可以開拓 我們的TCG 我們本土台湾人的戰鬥 從這裡來 因為 中國人流氓政府來到這個地方 都做官的 一天一天聽到什麼 都是官典的事情 所以他們很熟悉 中國人 他們分年他的主題 不是叫你去託什麼 不是像我們說 叫我們說 你後來去託一個車 後來去找一個頭路就好 有工廠做就好 他不是 我是在台大的時候發言 中國人的主題都託法律整理 我們從經濟學校到什麼 尊重中國人流氓政府的主題 都發言到整理 都很嚴重 中國人流氓政府的第一代第三代 為什麼 他們是說 你們人來都不用操 都不用做 你跟他們說話 要做官 他們就是要管理人 我們本土大人的 教肆 我們的主題說 你就好 去託一個託 有一個頭路就好 因為我們要向他管 這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現在改變我們的教育觀點 對我們的時代 都要向他發言 所以我的孩子都叫他去 接受口財訓練 我之前 是我小孩子在學校的時候 我每一個寒暑假開始 還是結束 每一天開始就結束 我都把孩子叫過來 大家 檢討過去這一段日子做什麼 未來你有什麼計畫 其實我要直接表達 我在學校的時候 站起來就靠 站起來就靠 從小學一年 站起來到兩年 到國中 站起來就練馬賽 現在我去大學之後 說爸爸 我現在才知道 這個演講很重要 我說你現在為什麼知道 因為我現在做的設計 要去上來報告 結果我報告了 我的設計是一流的 教授都跟我買 結果我報告的不太理想 是啊 你有東西但是你不要推銷 當然有缺陷 我說 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你才自己去看科宰訓練書 不然才過來問我 類似這樣 所以一定 這次年輕的一代 我們希望說真的都要訓練 你看中國流行政府部的一個 不會這樣說到天花亂罪 對 我們台灣孩子 可以說我天亂罪 也掃監 很重要 這樣說 很重要 我 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一個助理 一個辦公室而已 我打變 打變 一個財經界 我跟人們辯論什麼 土地 稅制改革 變成 政治大學 還是 政治大學 還是 地政學派 倒去 變成倒去 他們看到我就怕 變不過我 學理 講不通 講話 講俗話 這點 第一個就是 土地 稅制改革的辯論 第一便 就是說這個 公共行政 是他們的 精神和精神修法 我指定精神修法 指定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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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跟他們辯論 變了好幾年 應該不是 精神掉了 應該也說 變了好幾年 原來你才是對的 不但說我現在的問題 有力 我們講話也是有力 像土地政策 減判徵收 我也一直 變到這裡 有土地政策 減判徵收的問題 那個我的主張 什麼 都說三行 再來兩歲合一 也一樣 兩歲合一 在財政部變成 我是委員 變到最好的時候 陳庭安就是 政治大學 那個 黨者還要下來的 那個 那是精神領袖 因為我真佩服你 我同意你的這個方案 四十兩歲合一 在財政部長 剛才這樣說 所以各位 一定要 有學問 還是有實力 也是要表達 表達軟體很重要 表達軟體很重要 好的時候 把聽到我們的心 都抓過來 自己一樣的心 把聽到什麼師匠 都改變 給他自己一樣的師匠 這樣我們做事 可以很順利 所以今天很高興大家 在這個地方 比較沒有三天的時間 大家都很有收穫 大家都很高興 可以在這個地方 大家公聚一堂 來研究這問題 問題是很多 我們三天實在是不夠 我們就是要重溫了解 鐵鐵了解 才有媒媒的角色 像我說的 政治經濟問題 媒媒的角色 還是說我們 拉舊 那個秘書長 在早上可以 十點到十二點 說那個 待續 那個 那個觀察 那都是 經過相當的學養 跟研究 才好看得這麼沉沉 我相信 中國人 北京的政權 對待續所說的 也是心有七七焉 也是心有七七焉 因為你中國有那個六點 你要解決 因為沒有路 沒辦法解決 問題在這個地方 他如果要解決 是要自己斬頭 原始他這麼通在這裡 都要死去 斬頭 然後 原理說 去掉自己的既得利益 然後他才發達全民的解決 如果沒有可能解決 沒有可能解決 中國英文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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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樣 他在這個地方 他也沒有辦法完全解決 他如果完全解決 他的既得利益就要去掉 所以他也兩難 最後結果就是 我們台灣民進府 如果拚起來的時候 他就躲了 但是大 不要說大多數 一百萬人 他會來支持我們台灣民進府 他就馬上偏偏偏要走 所以我們要祝福 當然我們困難很多 有人說剛才有很多事情 很多建議 都很好 但是我們就要堅持 一步一步一直批 零到一 非常困難 你要從零 達到一分 這很困難 當你到了一分 這個時候 可能我們現在已經有兩分了 兩分再下去就四分 四分再下去就八分 再來就十六分了 幾何幾歲的成長 最後一定成功的 今天 今天 我要照著 韓 韓瓊的我們的通信 他很感心 他吃飯的時候 來跟他說什麼 哎呀 我們的名片 我們名片 後面可以印三個問題 我就是特別說 我說這個很重要 他說什麼 如果可以印一下 名片一看 你民進府做什麼 翻過來這邊說 你是哪一國人 再來說 為什麼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的國家 第三個問題 為什麼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這個人看到他在想 再來最後一項 感謝我們的TCC的網址 他會自己去看我們的文章 這次 這個是很好的idea 所以我特別拿出來 跟大家報告 這個idea 我們給他 鼓掌 感謝韓瓊威 在哪裡我不會見 沒有看的人 韓瓊威怎麼來 在那 在那 穿紅衣的小姐 感謝 謝謝 謝謝 他吃飯的時候 跟我說這個很重要 我說阿布你設計一下 我們 我已經把這裡 把他的意見 拍子 在這個 長男的分子討論裡面 他說人那麼多 不好意思說話 所以 我想說 你說話 我來拍子在這個地方 給大家 就叫 那個 那個 負評 拍子 到這個 最後這個 放在這裡 所以 我們希望 當來我們的名片 後面不要空白 盡量利用 我們的空間 來 宣揚我們的觀念 用這樣問 拿著名片的人 他自己去 人家去看網址 他就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在做什麼 這樣他可能就對我們有了解 這樣 所以 很多 很多 我們在主婦主討論裡面 可以說 很好 一個 腦力激盪 就能夠激盪出這個 很好很省錢的 idea 像 您可能他也有拿一些意見 做DM 要怎樣 用slogan DM就一家就好 但是 DM不用多 所以有時候 問中不用長 我記得 我們 2010年4月25 要開那個 全球代表大會 的時候 法理健康會前面有大把大會心 我只要一家而已 我只要一家的 是說 TCC 就用我們法理健康會 對台灣本土台灣人的這個 這個 服裕 我一家 我一家 我提供我這個學長看 他說 你這家很有力 很有力 說得很好 但是我們陳主席 不贊成 他說 那些事要怎麼可以 他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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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出來之後 誰看他的 真的 所以文章不必長 要精要 畫也不必長 要什麼嚴謹以改 這都很重要 眼睛也一樣 所以 一個眼睛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出來之後 可以說五分鐘 說半分鐘 說一分鐘 說兩分鐘 那是看時間的需要 你要說服的時候 五分鐘還說完 三分鐘還說完 然後對風聽說 對 我可以支持你 所以各位要從這方面去做 跟訓練 因為今天 也 改成黑暗天 所以我說我這個地方 感謝大家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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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